俗话说得好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 诸葛亮先生对于我们来说可谓是家喻户晓 他的成功更是不同反响 在三国时期威震四方的军师丞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但其实让人最为敬佩与崇拜的 还要数他的超凡脱俗的智慧与人品 那么这么优秀的男人 最终他的心会被哪个女人所捕获呢 他的妻子黄月英才华也非常出众 父亲是江南著名的人士 黄月英自小就受到父亲的熏陶 也读了许多典籍文章 成为了在那个时代比较罕见的有名的大残女 如此聪慧优秀的女子 当然也同样喜欢与自己旗鼓相当 甚至是更为优秀的男子 所以他就相中了当时还未明观天下 但优秀无比的诸葛先生 那么黄月英与诸葛亮的结合 是否是人们所羡慕的狼才女貌呢 在《野史》中曾记载 黄月英的长相一般 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出众 甚至有部分野史中认为 黄月英的相貌不仅不出众 还有些丑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虽然大部分的人只是知晓诸葛亮 却没有关注过黄月英 却殊不知 黄月英一直在背后支持着诸葛亮 甚至用他的才华来帮助诸葛亮 堪称诸葛先生背后的军师 在诸葛亮的许多重要的决策当中 他都提出了很多关键的意见 发挥了一些重要的作用 成为了那个能够成就男人事业的背后的女人 那么这对家偶又是如何相识的呢 这就要从黄月英的父亲说起了 他的父亲黄承燕是当时有名的文人大家 诸葛亮因此慕名前来拜访 以至于相识相知 而黄承燕更是对这名后生赞赏有加 十分满意 认为他才智非凡 人品极佳 于是黄承燕便有心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诸葛亮 并说自己的女儿文才出众 但是相貌一般 诸葛亮喜欢文人世家 更喜欢有才学的女子 所以就答应了下来 据说当时还有很多诸葛先生的朋友 表示不能理解 为何要娶一个资质一般 且相貌可能甚至叫丑陋的一个女人为妻子 但后来事实证明 诸葛亮的这一选择并没有错 日常能与妻共论天下形势 民事作对 有着精神上的默契 还能依据皇家的文人世家的地位 结识更多的达官显赫 以及有志之识 使自己一时声明大早 这其实也为其日后的军师丞相等职务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后来 他们所孕育的孩子 都是由黄月英在家相夫教子 使得诸葛亮在蜀国担任职务 从无后顾之忧 所以 后世人们对他的评价 还是比较高的 其实 对于黄月英长相到底如何 还存在一定的质疑 关于他的介绍 史书上记载的很少 只是记载了他的头发偏黄 肤色偏黑 其实这种长相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说 也不是个丑女 甚至还有可能是独具特色的美女 还有一种说法 认为是黄承彦 故意说女儿子之一般 来考验诸葛亮 是否是一个看重美色之人 实际上 黄月英本人很漂亮 其实 漂不漂亮又如何呢 只要真心相待 富有诗书气自华 更何况 还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贤内著